現在是外傳說您可能參選中正萬華而立委 那洪廣告先說明一下未來的規劃 以及王世堅昨天好像喊的是說 如果您選立委的話他就是選的 我從美國回來之後 我就看到媒體不斷的幫我找選區找工作 然後還可以若有其事的討論 甚至開節目專題討論 我覺得第一個叫做外傳誰外傳 沒有一句話是從我嘴巴裡面說出來的 所以各位好事者不用再外傳了 有什麼事情我會告訴大家 那每天用外傳的方式再去問王世堅 然後再說王世堅怎麼樣 我覺得再說王世堅什麼卡位 我覺得這些都很無味 那大家是好朋友 我跟王世堅議員也是二十幾年的同事 他想選什麼 每個人都是自由的 他去爭取選民的認同 爭取服務的機會 我覺得我們都是給祝福 所以沒有什麼事情是 無中生有也就算了 然後還可以再故意去做一些好像互相的攻擊 我覺得沒有必要 然後第二個我跟王議員本來就是很好的同事 所以我也跟他說 你可以自由地選擇你要去的地方 所以不用 不用掛慮我 那我們本來就是永遠的好朋友 因為昨晚好像您有打電話給王世堅議員的樣子 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我就打電話給他說謝謝 謝謝他 無論在任何場合 對我都是如此的友善 而且對我的 應該是我們二十幾年的交情真的不是白費 所以我謝謝他 也跟他說 不用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本來就不是我說的事 都是外面的 我可以說是謠傳嗎 我還是強調我們做人做事 醫藥對得起天對得起地 對得起國人對得起良心 所以不是我說的話 就不用栽在我的嘴巴裡 然後還可以討論說 我去哪邊選會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都是一些好事者 我們所做的事情唯一不需要就是這些好事者 如果王世堅真的出來選中正萬華嗎 你會想提 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 昨天東森有一位小姐在下班那時候 他有做一個採訪 他問我這一個問題 就我嚇一跳 因為那個昨天下午是我頭一次聽到 可能我消息比較不靈通 我也都不理解 我會誰會有意願在哪個選區選 我其實全然沒有這方面的訊息 也沒有去做分析 不過 假如是 黃珊珊來參選中正萬華 2024的立委 那我就是很簡單 就是那我就不參選啦 我就這麼簡單 他參選 那我就不會參加中正萬華立委的選舉 因為人是擔心被人家做文章嗎 因為許曉欣說就是 這樣子先講先輔的感覺 好像是要先看黃珊珊 沒有 我沒有任何 第一點 我完全不知道 黃珊珊 有意願 或者她有決定 要在中正萬華選立委 因為我 我認識的 黃珊珊 這二十幾年來 她的選區就是在內湖南港 然後她已經晉升到 參選市長的這個層級 所以我 一時之間無法理解說 黃珊珊要回來參選立委 甚至是到中正萬華 所以我是很訝異 所以我絕對沒有什麼 什麼提前卡位什麼 沒有啦 這也沒得卡什麼位嘛 這一切的一切 誰能夠通過初選 或者誰直接代表她那個黨 要到中正萬華來選 那這個都必須是 最後是選民來決定嘛 不是誰有辦法去卡位的 即便是總統 也不能去說幫誰卡位在哪個選區 這都不可能的事情 我真的是全然不知 我的訊息 一向都比別人晚半拍嘛 所以很抱歉 這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我再一次強調 如果是黃珊珊選 那我就不選啦 這是很清楚的事情 她是我的好朋友嘛 怎麼可能說 跟好朋友在同一個選區 去面對面做選戰 這不可能的事情 議員那你覺得就是中正萬華 國民黨最可怕的對手會是誰啊 我全然不了解 假使我當時有接受我基層這些好朋友們熱心的支持的話 那我有辦法通過黨內初選 那那些都還只是在研究嘛 我並沒有去對這個國民黨或任何對手做什麼了解或者研究 因為就算要去了解要研究 也是必須 你先決定參選 那通過黨的初選 之後 才有辦法去了解 去研究 所以這個都八字還沒一撇嘛 議員你覺得這一次民進黨的勝算大嗎 因為現在國民黨他們喊說要八仙過海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又來了 國民黨又來了 又要八仙過海 不過這一次他八仙過海王世堅不跳海了 因為這選舉就跟我無關嘛 那我只能盡我的力量可以啦 但是國民黨高興的太早了吧 國民黨還很多事情醜態畢露嘛 他們只有少數幾位是很優秀 那是確實在我們議會有很多 他們黨優秀的參選 參政的議員 他們是很優秀 但是他們也畢竟還是要經過他們黨的初選 然後再通過整個選區 選民的同意才可以 所以事實上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他現在就預估這個 那坦白講 國民黨說好聽這叫預言家啦 那說難聽就是吃人說夢 那這次會不會想要再發誓完點不一樣 上一次是跳海 不是 我沒有參與2024立委的選舉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要發誓的嘛 那13年前那是我本身 參選立委 而且那是投票前兩天嘛 那講8000過海 這等於扯到我啦 那意思是說連我都不會上 我當然才會跟他們講這個計畫 那是不一樣的情形 那今年我再一次強調 如果黃珊珊參選中正萬華的立委 那當然 我絕對我就不參與 所以我也不會去參加我們黨內的初選 這個是 就這麼簡單啦 這麼清楚 簡單明瞭的事情 柯文哲啊 他繞盡受傷 好像被說是細皮嫩肉 你覺得他是細皮嫩肉嗎 你有沒有去關心他 不至於啦 其實柯文哲身體健康好得很啦 那 事實上 受傷可能都是個意外吧 不過他已經卸任了 我祝福他啦 因為他卸下這個權力 卸下權柄以後 他能夠更認真的 思考如何才是為台灣好 他才會知道說他那8年 他藉著雙城論壇 跟中共暗通款曲 那是不對的 所以他卸任下來 他好好的去反省 還有他市政 他8年裡面 表面上他很認真 可是認真不得法 方向錯誤 所以很多重大的市政建設 比方說捷運 那我們就贏當了好幾年 比方說大巨蛋 那也是 對市政對市民是一大的傷害 我希望他卸任以後 更有時間好好想清楚 那我也不會再批評他 他都已經被 受傷都被踹到路邊了 我不會再去補踹兩腳 因為我不是那種俗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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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